男人为了延续香火 不惜娶了一个疯婆子 全村人都在等着看这家人笑话 随了这疯女人几乎舒适打扮 容貌竟然还意外的好看 这一个是白姐的大便宜啊 男人知道自己走了桃花运 与去光速举办婚礼 新婚之夜 傻子感动大哭 流浪多年的傻子中有了家 以为自己终于能有口饭吃了 然而这家子人 却在用他的肚子生了小孩后 丧心病狂的将他赶走 傻子是莫名其妙出现在村子里的 没有人知道他从哪流浪来 村里的小孩见到他吃傻 并追着他周弄调戏 傻子漫无目的地四处躲避 最终躲在了一户人家的草堕里 心疲力尽的他很快睡得过去 第二天一早 喜子妈出门一看 被草堕里的女人吓了一跳 还以为有人死在这里 吓得拔腿就跑 他找到喜子的二叔帮忙 傻子见到陌生的二人 吓得缩在角落 任凭二人怎么问话 他一个字也不会说 还直接被吓晕了过去 只见喜子妈灵机一动 就这样 喜子妈把傻子带回了家 更令他惊醒的是 惊悟一番清洁 发现这个女人竟然长得还不错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子里产生 喜子家里很穷 祖祖辈辈都是庄甲人 再加上喜子本身又是个瘸腿 靠每天上街卖豆腐在勉强糊口 所以都四十来岁了都没能娶妻 喜子妈喜不自胜 这可是上天白给的儿媳呀 惊悟一番惊心照料 傻子也恢复了很多 对这家人也不抱有敌意 但喜子家养了个傻子的事 很快就传遍了村子 说一个傻子配一个瘸子 再加上喜子妈的脾气 这一下儿村里可热闹了 喜子是个好面子的人 他听不得别人的这些闲言碎语 回到家后希望母亲 能尽早把傻子送走 但是母亲怎么会同意 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只希望儿子能把这女子收了 好尽快结婚生子 为家里延续香火 喜子无奈 却在进入房间的时候愣住了 他看见傻子正在对着镜子直笑 傻子见到有人来了 向他立马转身 等喜子看清了女人的容貌 和愣住了 没想到一个傻子的颜值 都可以比得过葱花了 这样他放下了 赶走傻子的想法 暂且把他留在了家里 傻子虽傻 但也懂得感恩 他吃家里住家里的 却时时刻刻想帮着喜子妈干活 虽然时诚总是帮倒忙 但交交总能学会的 有这份心 就已经让喜子妈很高兴了 他笑眯眯地盯着傻子的屁股 高兴地说 女人夸大好生养 为了能尽早有大胖孙子 喜子妈迅速定好了成亲的日子 将亲戚们都邀请到家里 终于简单地为这对新人 庆祝了一番 长辈在桌上 对着喜子再三强调 这姑娘有病 又是外乡人 咱们山里人要厚道 一定要对得住人家 简单的酒席结束后 喜子就迫不及待地进了洞房 傻子不懂这些男女之事 但他知道 这段时间 喜子对他是真好 如今又愿意给他一个家 这样他感动得稀里哗啦 你一杯我一杯的交杯酒下肚 喝醉之后 也终于完成了人生大事 婚后的傻子也依然勤勤恳恳 用身体力行 报答这家人的恩情 几个月后 他顺利怀了孕 依然想着帮忙做些家务 婆婆十分担心 他摔了身子 但他不是担心傻子 而是担心肚子里的孙子 喜子却是真心喜欢傻子的 他卖豆腐挣了钱 给傻子买了一双新鞋子 让傻子再次感动得泪流满面 然而等到傻子临盆那天 由于原本患有的疾病 以及经常在村子里受欺负 神经被刺激 他难产了 因此能手忙脚乱的时候 喜子妈却根本不在乎傻子的死活 那我不管 不管傻地 把你啊 你得保住我孙子 还好傻子福大命大 成功收下一个儿子 母子平安 喜子妈给孙子取名为柱子 以为她要成为这个家的顶梁柱 本以为日子可以这样安稳地过下去 没想到 村里人对傻子的敌意更大了 不傻不黏的精神丫头骗子 人家一个傻子竟生出一个带霸的来 他还听到女人们的闲言碎语 他们说傻子乃睡有毒 生出来的也是个傻子 喜子妈信以为真 竟直接从傻子手中抢走孙子 以后啊 这孩子就别喂了 傻子虽傻 但也有母性本能 被夺走了孩子 却又不敢反驳婆婆 只能一个人就蹲在角落 默默哭泣 疯女人在给孩子喂奶 却被婆婆推倒塞地 还被抢走了儿子 只因婆婆迷信 傻子难受有毒 会把孙子喂成傻子 儿子心疼媳妇 偷偷给她抱了孩子 却被婆婆发现 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 婆婆竟狠心地交傻儿媳 早递出门 傻子被赶出村子之后 便从此没了消息 孩子都没埋怨 就被迫断了母乳 丈夫虽想追回妻子 却因为盲目的余孝 对母亲是敢怒不敢言 她无时无刻不想着傻子 回忆起曾经的美好时光 却迫于母亲的淫威 不敢去找她 有时候她还会做噩梦 梦得傻子死了 化身成厉鬼 来找他们一家人索命 时间一缓过去七年 这家人似乎又回到了 曾经的生活 但喜子依然没有忘记傻子 看着墙上的红喜子 她会常常想起傻子的容颜 后悔当初没有把她追回来 只是不同的是 喜子有了个儿子 柱子总会问父亲 自己的母亲去哪了 为什么别人有妈妈 她没用 喜子要么避而不达 要么谎称 她妈已经死了 但柱子从来不信 因为她不止一次 从孙力人嘴里听到 母亲根本没死 是被父亲和奶奶赶走的 她不止一次询问父亲和奶奶 但每一次得到的 都是敷衍的回答 爹 你不是爷吗 你我呢 喜子欣欣念念着傻子 却因为懦弱不敢去找她 好好的一个家 就被婆婆弄成这样 直到后来的一天 婆婆大现已知嫁和习许 喜子终于决定尊重自己的内心 表妹也劝她 如今母亲已闭世了 就算是为了儿子着想 也应该去把傻子找回来 最终在表妹的帮助下 他们成功找到了 被收留在竹寺庙里的傻子 此时的傻子经过时间的最惨 早已没有了当年的美貌 头发白了 背也脱了 想必这些年在外头没少受罪 喜子惭愧地低下头 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柱子听问母亲被找回来后 兴冲冲的就来相认 但却被眼前狼狈丑陋的女人给吓到 她多次幻想过母亲的模样 温柔体贴 善良大方 但眼前的女人却是这般模样 傻子见到儿子这个态度 绝望地瘫倒在地 傻子终于回家了 虽然她还和曾经一样 勤勤恳恳认劳认怨 却已经没有了当初的笑容 在这个儿子不认她的家 她一点归属感也没有 有时候傻子会在河边碰到柱子 但对方也会像见到温神一样 转头就走 转眼过去十年 柱子上了中学 傻子依然没有等到儿子 开口喊一声妈 女人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本就患有精神疾病的她 又经历了多年的流浪生活 让她患上了难以治愈的疾病 但那可学后的第一反应 不是担心自己的身体 拿稻草去擦拭干净 免得被丈夫和儿子发现 儿子甚至产生了辍学的念头 但是却被父亲立马驳回 他们家从爷爷那边就开始不识字 但她知道读书改变命运 并且给她解释了她名字的含义 傻子在门外听到了父子俩的对话 悄悄回到房间 翻出了那个珍藏已久的盒子 她一言不发 将盒子交给儿子后便离开了 父亲告诫儿子该懂事了 傻子自从进了这个家 从来没有想过一天的福 日夜操劳省吃俭用 就无论能攒下钱赖给儿子上学用 哪怕砸锅卖铁 也要供他读书 然后到了开学这天 喜子带着傻子来看望儿子 柱子却依然对母亲心怀芥底 不愿意他靠近自己 父亲将柱子狠狠教训了一顿 他俩为了给儿子省钱 走了十几公里沙路来的 母亲更是为了他 生病了药也不肯吃 傻子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把挣到的钱塞到了儿子手里 然后在喜子的搀扶下转身离开 看着父母勾勒的背影 柱子这才心疼起他们来 内心似乎也开始有了转变 柱子其实人不坏 他还行空解学自己赚生活费 这天下班后 他在饭店门口发现一个晕倒的男孩 急忙叫了老板帮忙 原来男孩是跟父母闹矛盾离家出走 没东西吃才饿倒在路边的 好心的老板送了他一碗面 男孩在吃碗面后 表示会感激老板一辈子 就凭这碗面你就感激我一辈子 你娘一把屎一把尿的 把你喇叭这么大 这么多年给你煮多少面啊 你感激过他吗 不高兴打了你一把子 你就离家出走 还不像话了 这番话简直是说到柱子心寒力去了 这么多年来 母亲一直默默为这个家付出 把最好的都留给他 从来没有打过骂过他 但自己 且不说给过母亲一丝尊重 就连一声妈他都没叫过 羞愧感顿时涌上心头 于是这一天 他在放学后来的街边的摊子 想给母亲买一份礼物 然而死时的傻子 也打包好了免衣免鞋 还扛着一大袋的零食 准备送去成立给儿子 但如今 他的身体早已大不如前 走起路来 串串巍巍巍 步履难行 也不知何时才能走到 这边柱子准备回到村子 却在河边发现了一只免鞋 他抬头向远处一看 竟发现母亲趴在石头上 一动不动 他疯了一般冲过去 手里给母亲准备的红围巾 掉落在地上 这么多年 柱子终于喊了他一生娘 然而已经太迟了 傻子直到去世 都没能等到儿子的那一生娘亲 带着遗憾离开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看看原片哦